最后结尾XD的千元假钞 去年流窜全台数量多达十二万张 总金额一点二亿元 警方曾经追查 发现当初是云林虎伟一名外送员 在脸书社团分享收到假钞 提醒民众小心 这才发现有假钞流窜市面 云林警方巡线查获一捆又一捆的千元假钞 一名计程车司机拍下实用假钞的乘客 向警方报案 专案小组寻现带到使用未钞的张信货车司机 向上溯源 发现他的未钞是像昵称魔术的卖家 以每张七元购入 警方继续追查 发现假钞源头来自于他 魔术师廖宏君在台大公管商圈 新北市板桥都有分店 他跟太太在疫情期间却异想天开 把玩具钞大量改成假钞 转受牟利 监禁层层溯源 查出廖宏君把未钞档案 传给中国一家印刷厂 再利用原端改版回台印制 并以店面门市或是高雄桌游店 以一张一元进行转卖 廖宏君被逮后变成 这些假钞都是道具 没想到竟然有人真的拿去使用 不过检方根据其他共犯的手机对话发现 曾经提到制作钞票力求逼真 就是要做得像才能骗人 因此检方认定就是犯罪行为 魔术师把玩具钞拿来改造成类针钞 严重影响经济制势 判決六月底出炉 廖宏君被判六年有期徒刑 太太则是五年八个月 尽管廖宏君五月才在脸书 对于重创魔术圈形象拒歉 但真正该道歉的对象 其实应该是收到假钞的受害民众 请先回来 草原和魏涛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